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于4月8日至10日 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 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循和联合利剑演习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张驰表示 此次演习针对的是台独分裂分子 旨在通过演习传递惩戒台独的强烈信号 这一次我们联合利剑演习是 台独分裂势力它恶意挑衅在先 而我们的坚定反制在后 是有这么一个先后关系的 它是对台独分裂势力斜扬自重 它这样一种恶劣行径的一种正义的惩戒 也是对于美台勾连 他们对那种行径的一个必要的回应 我们这一次的涉压行动 它针对的是台独分裂分子 而不是台湾普通民众 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次的演习 传递惩戒台独的这么一个强烈的信号 也是要促使台独分子要认清 他们以美谋独或者说以武俱统 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张驰认为 此次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战巡 禁逼力度大 兵力运用灵活 形成了惩戒台独分裂势力的新模式 那么地点上来看 全面所找的这么一种地理上的一个故事 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台岛的四个方向 台湾海峡 还有北部南部以及东部 都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 从这个效果来看呢 它还是体现出一种全面压制的这么一种态势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这次组织了海上的力量 包括一些驱逐舰 护卫舰 我们从台湾海峡和台岛的北部 还有台岛的西南方向 以及台岛以东的这四个方向 同时进逼 第二个方面在空中 我们组织了多种型号的先进的战机 越过海峡 迫近台岛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 我们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强力的支援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 这一种模式 它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 惩戒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么一种新的模式 张池表示 此次军事演习目的是要形成 对台海战场绝对的优势和压倒性的态势 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大 第一个大 就是我们今天的演练 我们看到了 是一种大范围的战场的提示布施 第二个大 就是大规模的联合的射打行动 第三个大 就是大区域的立体的方控夺权 同时也是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你要是敢挑逝 解放军就敢亮剑 你挑动一次 我就进去一步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图图特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17舰航母编队 山东舰 它这一次出岛链 而且进了西太平洋 就说明我们远海的体系 就在能力得到大多的提升 针对中方的军事演习 一些美国官员抛出了所谓中方不应该过度反应 破坏台海现状的观点 张池认为 这种表述目的在于误导视听和推卸责任 要警惕掉入这种话语陷阱 美台勾连的这种行径啊 它违背了去年 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的时候 当时美国总统拜登所做出的承诺 并且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 是对我们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一个重大的挑衅 所以我们不得不坚决反制 国际上一些势力还有意炒弱 所谓的我们的反应过渡啊 类似这样的言论 目的就在于误导视听 推卸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飞他起舞 对吧 陷到他的这个话语陷阱里面去